怎樣啦大家 我就是怕開箱包包又被你們罵 我就想說好了最近買包就低調一點 然後一直在IG一直問我說 小愛什麼是要開箱包包 小愛你這課怎麼還沒開過 怎麼還沒等到你的新影片 你們就愛看又愛罵是怎樣 我現在講話會不會有點像 怎麼辦 會不會到時候翻車 但我買了都真包喔 好啦那就又來分享一下最近買的包 那個最近有點太最近了 有多最近 前幾個小時 之前的最近這樣子 然後就是想說不行了 如果我真的要拍這個單元的話 再拖下去可能後面拍不完包包 我們看到一個小時連續播了 好不好 因為剛剛我們在算的時候 就說這個還沒介紹過 這還沒介紹過 就太多了 趕快趕快拍一集 因為你們愛看對不對 愛看 那我以後就不要罵我囉 好啦身上這一顆其實買了有點久了啦 大概兩個月了已經 好賤喔 沒有但是我跟你講我這一顆 不確定自己到底適不適合它 然後我不是說過我不再買黑包了嗎 好今天好像有黑包 因為我那個時候一拍他照片在Azure的時候 人家就說 小愛不是說不再買黑包了嗎 你把酒看得清楚了嗎 這是黑色嗎 這是黑色嗎 鏡頭看一下 正假的看起來黑色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咖啡色 好不好 喝咖啡的咖啡色 按咖啡 這是咖啡 而且你自己看一下 很髒耶 有夠久 我超愛的 我最喜歡這種破貨的包 它不是刻意做成這樣的喔 是因為它真的很老了 它其實是 我忘記那個時候買家跟我說 它是幾年的包了 反正它是老舊的包 然後它的這個金色的 是已經用到 退到已經有銀跟金出來了 它退到銀跟金出來了 然後因為其實相當的 他們有做一些流浪包款 就是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金尬沿岸這樣混在一起的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 OMG 這顆包它就已經舊到 已經是我愛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是 有點棕色 梅拉德色系 咖啡色 然後有點破破爛爛的 重點它不會讓你覺得說 它是很舊的包 因為你會覺得它是刻意 設計成這樣子的 應該是吧 然後它的金也沒有 金到那種 我覺得會是很鬆的金 因為它是已經 銀金銀金的 銀金 我有跟大家介紹這顆嗎 應該不會有人不知道吧 Le Boy Le Boy 25 25是中吧 有一個20是小的 然後還有一個mini mini比較少見 然後還有一個 開始W2C 忘記了 好反正然後還有一個大號 大號就比較大 好像30吧 欸好像28啦 忘記了不熟好不好 不要再糾正我 講錯就講錯了 你們知道就下面留言 阿不要說小愛怎麼 研究包包就還不知道 這麼蠢什麼之類的 我今天會不會太攻擊性太強 蠻強的 一來就想要跟大家吵架 沒有沒有沒有 大家還是以和為貴齁 反正這顆25 我覺得它是最適合我的 我背上去之後就覺得 喔 原本我對它是沒有感覺 然後那天就是 去那個二手店四背一下 我就覺得OMG好適合我 OK吧 有沒有看起來好像 有點像酒店小姐 因為它有點太虛花 對不對 我看風格啦 我覺得如果你穿的酷酷的 或簡單一點的話 搭它我覺得是蠻好看的 它算是 我很常用的包欸 對不對 我只要因為它有點舊到 不用太珍惜它 然後它的價格也沒有到破十 因為我買二手架嘛 就用它的時候用的比較自然 那因為它本身就舊舊感了 所以我只要想不到拿揹什麼包 就揹它 重點是我發現這顆包很好揹 它的容量比 沒有喔 這顆比較大 可是這顆好像又 就是如果要隨心的話 我寧願揹它 因為它的空間其實蠻大的 我覺得 你不要看它這樣子小小的 可是它很胖 它的空間我真的覺得大到不可思議 因為原本看起來 就覺得欸好像還好 帶它出門 它是可以放一支電風扇 喔裡面其實也有一些口紅什麼的 那小小的縫隙� 然後再一支梳子 因為我的基本配備就是梳子跟電風扇 一定要有嘛 所以我其實買包就是 如果今天是要出門一段時間 我一定要梳子跟電風扇 梳子跟電風扇 梳子跟電風扇之外 它還可以再放行動電源 還可以再放什麼 我跟講 連這個眼鏡盒它都可以放得下 因為它這個是很有韌性的 其實可以 它找到一個角度就下得去了 你自己看 眼鏡盒都可以下去喔 都蓋得起來喔 所以它的空間真的是胖 然後 其實是可以放很多東西的 然後它沒有想像中那麼硬 還是可能它是老抱的關係 所以我就覺得 它的空間真的是胖 真的是符合我日常需求 所以它算是我很近期很常 背的一顆包包 這個包包算是 我覺得是 我很實用的 所以我就沒有把它放到我的櫃子裡面 因為我就把它擺在這邊 因為我隨時不知道 要背哪顆包的時候我就背它 相信如果大家很常看我的IG的話 它很常出現在我的 現實生活中 現實生活中 我還有虛假生活嗎 現實動態中 所以這顆我覺得買的很值得 那這顆是我那個時候 拍完上一集後面 有跟大家說我預定一顆香奈兒的 就是TALALUM 它是棕色的 如果是銀扣我更愛 但是它這樣推成這樣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就是有一種美拉德那種 未來末日感 末日那種舊舊的感覺 我覺得蠻適合我這種 婆婆的個性喔 好 所以這個是我今天要介紹的 第一顆包 接下來介紹的包 一定都放得下去耶 那就不用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直接照順序好不好 照著時間線來進行 接下來第二顆包 這顆包我只能說 我今天都不拿防塵袋 因為其實都開過了 想說我沒有必要在那邊 假裝在開箱的感覺 這顆包 它只 現在目前背過一次 然後我很小心它 然後那個時候看到它 也是在之前業配的那個平台 有沒有在付錢 付錢我就講錯那三個字 好沒有齁 好那就是之前那個業配的平台 然後看到 我還跟它殺叫 殺了一萬塊喔 這顆包我才用八萬多買到而已 會不會之後我要賣 就是要賣更貴 它才八萬多 你相信嗎 然後它這顆包 是他們這個系列裡面 最大的尺寸 然後因為這個顏色 我真的沒有 喂 就只有那顆小的 巴黎世家而已 好反正就是 我就只有 沒有什麼淺色的包 然後我現在已經覺得 黑三色的包 我已經夠了 就覺得好像就那樣了 所以 我其實後面就比較精準的專攻 一些淺色的包款 然後這顆包 我一看到的時候 我就說 這麼經典的包 然後這個價錢 然後又給我殺一萬塊 然後就直接訂一下下來了 然後 我拿到它的時候 意外覺得非常好看 它是CF的口蓋包 然後 它這個算是米白色嗎 然後它是羊皮的吧 你自己看一下 它完全沒什麼髒欸 嗯 狀況超好的 重點是銀扣喔 銀扣喔 各位觀眾 最愛的銀扣 然後狀況非常的好 這一顆包 我知道為什麼它這麼低價 是因為它太大了 一般人駿駛駛不起來 但我這種 大骨頭 大骨頭是這樣講嗎 我這個就是骨頭很駕 骨骨骨駕很大 就算我瘦了 但是我的肩膀寬就在這裡 你沒辦法改變它 我就是適合大包 小包我現在其實也OK 但是大包我撐得起來 所以這個大包 那個時候我其實有點猶豫一下 因為它是 Maxi 就是最大包 的名稱 然後我其實 原本以為我這個包款 我只能接收到 因為它這顆是Drumble Drumble是30嘛 然後Maxi是33 所以我想說 欸我就拿尺去量一下說 因為我以為就是我只能 接收到這個大小而已 沒辦法再大上去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猶豫一下 想說欸還是試試看好了 結果沒想到 這顆背起來意外的適合欸 就是我拿起來 很多人跟我說 只有我撐得起來 因為一般女生那種 沒有170 就是有165以下的 可能就撐不起來 可能太大了 或者是要氣勢一點的 如果你太氣質什麼的 他好像也沒辦法 拿那麼大的包包 重點他的容量 就不用講了吧 容量就大到不行 而且他那邊超難滿的 因為很少人沒死 所以我特別找了一下 看一下 我這個不管手拿 這樣子背 而且我那時候第一次背它的時候 我就去參加 那一台下大雨喔 然後我的整個包都淋濕了 然後我那個時候 因為它濕的時候 那個皮會馬上滲水進去 你就看起來一點一點的 我想說我第一次背它 它就要變成101中狗了 結果過一下子 我一直拿那個電風扇 我也不敢拿熱風 吹吹吹吹吹 它就消失了 嚇死我 因為這個包真的要很小心顧 這種顏色我不敢買全新的 它的Messy是 沒辦法 可以嗎 好像也是可以耶 側背是可以啦 側背也是可以耶 肩背也是OK 它是滿隨性的我覺得 這顆包容量 然後容量又是完全符合我的需求 可以 對不對我現在買包很精準 可是我現在都還是沒有買一些特殊色的包 我還是不敢 螢光紅啊 綠啊 藍啊 什麼之類的 可能未來可能明年吧 好看 對不對很值得齁 接下來這一顆包 我只能說 網友們有福了 因為你們可以排隊 我之前那個巴黎自家賣掉了耶 機車包的那個 小光那個 機車隨身袋啊 我一次 我好像只背過去一樓一次 然後就有人來問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其實 我真的找不到機會 背那個機車22包 機車22包 然後我就一直找不到機會背它 然後就有人來問 我就有兩三個人來問 我就說 我這個包我才剛賣 你要我賣 不然你下個月再來問我好了 所以我就想說 這個事情先拖延 結果那個網友他下個月還準時來問我說 小愛已經一個月時間的請問你有要賣嗎 然後我就仔細回想說 這個月我好像一次都沒有背到他 然後 雖然我很喜歡他 但留著好像也是浪費 我就原價賣給他了 接下來這一顆包 你們可能也有這個機會 因為這一顆包算是我衝動消費 因為我覺得這個包款 是現在很流行的 這個叫什麼包款 公物包嗎 就是方方正正的這種公物型 就叫miu miu啊 就是miu miu那一款很流行嘛 然後他這個包其實很好看 因為他這種好像就其實要 他有一個吊飾欸 這個product 這樣看是好看的嗎 會看起來太重嗎 他算是有點點 其實做的也還好 因為他其實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一看到他 他價格我會覺得很合理 而且他是拼布的喔 帆布配皮 就看起來很ok 感覺還可以 他如果加一些吊飾會很好看 我拿起來給大家看 這一顆我那時候就看到 然後我想說 好像價格沒有很貴 先買下來好了 反正之後也可以 差不多一樣價錢賣掉 然後可以背個幾次 但我沒有到很愛 感覺這個風格不適合 他感覺是要穿牛仔褲 然後很隨性的那一種 因為這個有點 這個品葵 洋裝比較不適合 對 但是他這顆其實 而且他耐妝容量 但是我發現他有一個大缺點 他的拉鍊非常的難開 他的拉鍊 可是Prada的拉鍊都難開啊 我不知道 可是他早期的 你看喔 我是單拉 他是拉不起來的喔 他一定要雙手這樣子扶著 然後這樣子開 你可以聽那個聲音嗎 他的聲音很卡 還是這個要加油啊 我不知道耶 可能要抹 這個大家有什麼方法可以救我嗎 然後裡面空間也是很大啦 我覺得我可能背個兩三次 如果有人要買 我可能會賣給他 然後他這樣很可愛的 他們的那個鑰匙的雕屍 算是衝動型消費 因為他我覺得價格 算蠻合理的 一萬粗而已 用用看嘛 反正當穿搭 然後之後再賣掉 應該也是OK 如果在看這個影片的同時 你可以來逆我了 因為搞不好這個時候 我已經悲逆了 我可能已經 你看到我的IG已經有他的一張照片 你就可以來問了 好不好 PO一篇貼文 記錄我曾經擁有過 我就可以把它除掉了 說不定我背他出去 因為我現在沒背過嘛 搞不好我背他出去之後 會愛上他 但我現在覺得好像有點還好 如果你不建議這個拉鍊很難用 或是你有解決的方法 你可以來問問看我 好 這顆product 接下來這顆真的是 熱騰騰啊 欸 其實我還有一個鞋子要 好啦 接下來 後半部的時間都交給 Balenciaga 我覺得Balenciaga 我的鞋子裡就是有刻著Balenciaga的名字 雖然我一直很不想買他們家 就是我一直刻意想說 我不要再去看巴黎世加的 我太多了 我有一堆每次都買巴黎世加的 我就是已經刻意 想說我不要再找巴黎世加了 結果我每次還是被他們的東西吸引 我每次還是只要他們出什麼東西 我就又花錢了 所以我就沒辦法 這顆是在那個 這個可以推薦嗎 我很怕之後去沒得逛欸 華太名品城 最好逛的就是巴黎世加 價格真的下殺到優惠 因為其實巴黎世加都很有個性 所以沒有什麼過季不過季的問題 因為你會買巴黎世加的東西 其實就是喜歡有個性的商品 所以有個性的商品 就已經沒有存在過季不過季的問題了 就是不會像其他品牌 他們過季就真的很 OLED 或者是OLED類 對 但是巴黎世加是太有個性的 你有個性的你就不會 就是都可以接受 巴黎世加看到一個包包 6萬多 結果我在網路上看 有人賣全新的還9萬多欸 就是他們OLED真的是有在下殺很便宜 然後不會到你覺得很久以前的作品 那這個是在 你那時候你也買了一個皮夾 你有帶嗎 我有帶 那你是喜歡的嗎 我是蠻喜歡的 他買了一個 因為阿哲很喜歡 看不出來是什麼品牌的東西 你知道嗎 他就是越低調越好 所以他這個巴黎世加是淡淡的浮雕的 但他皮質磨起來是蠻舒服的 荔枝皮 然後銀扣的嘛 算是錢包了啦 拉鍊錢包 然後這樣也比較安全 因為你也常去夜店 這樣子也不會都掉出來 然後他這裡還有一個釦子 是可以讓你掛著 他有一個釣子 有一個附一個繩子 一萬 一萬出而已 一萬出而已 OK 那個時候一直說服他們 因為他在那邊猶豫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隨便試隨便試 結果我就穿上了一雙鞋 就像灰姑娘一樣 兩個禮拜前吧 差不多 我都還沒打開 我都還沒有打開 沒有一個月了 對阿 我記得一個月了耶 因為我記得他這個袋子 放在這裡好久了 因為我還沒有想說 什麼時候要穿它 然後這個鞋子 我那時候一穿上去 OMG 可是我今天穿的不適合 穿上這雙鞋耶 這個比較適合休閒 這個也是我今天第一次開箱耶 因為我買回來從來沒有打開過 也沒有一個防塵袋 他有跟我說可以去加鞋底啦 喔 所以我就還沒用的時候 是我還沒去加鞋底 然後就是一般 這種算懶人托嗎 他的LOGO也是 就是有點霧黑色的 然後 很好看 對他穿上去很舒服 然後 腳型很好看 然後你穿那種長長的牛仔褲 已經到腳踝的地方 露出這個LOGO 非常的有質感 重點這一雙它有我的尺寸 我不知道他是男嫌女鞋 重點它有我的尺寸 這個可以有到42 它有到43喔 我那時候適合41其實也可以 然後他就建議我拿這個42 連我的尺寸都穿得下來 所以我就覺得 鞋子那麼難遇到 自己的尺寸就要買 然後而且他沒有破萬耶 9000吧 9000 9500 忘記了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如果可以穿久一點的話 其實蠻划算的 因為他這個底部是 全部是光滑面的 這個遇到現在下雨天 可能直接滑出去了 他是說可以去加一個那種 防滑的鞋底 所以我就是打算之後 這個是要去哪 有人知道要去哪裡找嗎 是一般那種鞋店就有了嗎 好像百貨公司一樣 好像也 那都百貨公司喔 還有一般那種做鞋子的那些應該也有啦 我是不知道耶 啊沒辦法 穿給大家看 因為我現在穿的是不適合 我現在穿上去超狗的 但這裝真的很好看 那裝就一直 汹湧你買 沒有啦其實我穿上去知道我適合 所以我就知道我一定會買 然後它的價格 如果它沒有貴到太誇張的話 我不知道它專�貴是多少耶 專�貴可能像1萬塊2萬 然後而且它又不是過季款 它就是很基本的logo 然後加這樣的鞋子 接下來 這裝櫃是多少耶 專櫃可能像1萬5塊2萬 然後而且它又不是過季款 它就是很基本的logo 然後加這樣的鞋子 接下來這顆包包 我只能說也不是過季款 欸你還不知道我買哪顆包包 可是你大概可以猜到了吧 巴黎是這樣還能 還能買哪顆包 最新的那一顆 很貴的那一顆 很貴的是哪一顆 就是很貴黑色 這麼大是哪一顆 感覺 它有你的DNA在 你就是離不開它 然後我已經去貴上四杯 然後我一直說服自己 它這麼貴 我不能再 我不能買它 我可以存錢 我其實有在想說 要不要買Kelly 然後因為它跟Kelly很像 它跟Kelly都是那種 那我知道是哪一顆了 然後就跟Kelly很像 然後價格其實Kelly沒有 二手的Kelly 跟它的價格其實 大概是 它是它的三分之一啦 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這樣 我想說我要不要存錢 可以或明年生日可以買的Kelly 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說這顆包 它好像有Kelly 沒辦法呈現出來的感覺 因為它又更帥性一點 然後又更酷一點 然後它的容量又再更好 更隨性 所以我就一直 我其實只每次錯過它 我心都痛一次 你知道嗎 流浪的小孩在外面沒辦法回來 有一種 加了白帆都沒辦法分開的 血濃於水的感覺 我想說我每次只要錯過它一眼 我就心碎了一次 沒有 昨天有一個 他算是我的觀眾吧 我不知道 因為我跟他聊之後 他才說他有看過影片 然後他就說 他這顆包只背過一次 我剛剛坐高鐵去新竹麵膠欸 為了他坐高鐵到新竹來回 我在新竹停留了20分鐘 我再回台北了 然後下著大雨 我一看他一PO我就馬上問了 然後他什麼構證 什麼都很齊全 然後我就看他的IG 什麼可信度非常的高 然後因為他感覺很有錢的人 就是他的包已經不缺這顆了 所以我就可以相信 他為什麼要把這顆賣掉 因為這顆單獨炸子機欸 嗯 此時此刻還正在行欸 然後他的價格 便宜了 因為他又漲價了 我那時候背第一次的時候 我買的是中號 他有大中小 那後來漲了喔 他大號要16萬17萬欸 然後他原本一開始這個中號是12萬 現在是14塊15萬 然後他賣我整數欸 就是10 喔 可以吧 10 然後我就想說 好猶豫好心動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想了一個晚上 我就決定還是 這隔壁這樣下去這樣好了 但是有一個美中不足就是 他是金色 但他的金也不會金到太over 來囉 OMG 是不是這樣就很好看了 這顆包真的是刻著我的名字欸 他叫什麼 Radio嗎 對 然後他可以這樣肩背 他肩背夠大 因為他有很Cady的感覺 然後還有一個鞋背 然後鞋背之外 就是他還有附一個他們的這個 現在很流行這種鎖頭鑰匙扣 很好看 態度就出來了 然後因為這顆我 他還可以扣兩層嘛 第一層可以讓他流浪在外面 然後我們扣 扣後面這一層 有沒有 讓他隨性一點 這樣有沒有更好看了 然後他的肩背 你的眼神 你的眼神很真實欸 這個男生其實背也很好看 很好看 鞋背其實也蠻長 鞋背其實也蠻長 然後蠻隨性的 我想說會幫他買一些雕事可以掛在上面 他的容量又是 你知道嗎 有兩層這麼大 一個大的空間 然後這個也可以扣 然後這個打開裡面 還有第二層的空間 然後第二層裡面還有暗戴 然後他如果空間再不夠大 這旁邊的扣子都還是可以 就是 在解開的 重點他的皮質 你有摸過他本了嗎 就是很舒服欸 他的皮 對不對 他的其實是那種有質感 然後又不會 那個像那個什麼box皮 他就是 雖然很有質感 但是他那個感覺 就是我的光療一摸就有花痕 但他這種是 霧面的 霧面的 柔軟的 我相信如果大家很了解他都知道這個包 然後他後面還有兩個非常大的口袋感 所以你手機什麼隨便塞一塞就可以了 有嗎 因為他就是一個隨性感 他刻著我的名字吧 前一陣子我遇到誰 鍾明軒還是誰 他就說 你知道最近有一個包很適合你耶 我就說我知道 我知道 Balenciaga那顆嘛 就阿妹也有 我那天看到阿妹 阿妹有 張惠妹本人 有買 也有背這顆包 阿我跟阿妹就很像阿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拿一樣的包阿 重點是他就是美中不足 雖然我已經用很便宜的價格拿到 沒有說很便宜 但是就是很合理的價格拿到他了 然後不是銀色也沒關係啦 就金色 這不算衝動吧 因為他這顆是實用型的 因為我沒想到你買這個 我也沒買香奈兒還是什麼 或愛瑪斯是不是 因為我前陣子有一直跟你考慮說 我好想買一個Kelly喔 怎麼辦我真的很想買一個Kelly 但是Kelly真的太貴 我現在買不下手 想說好吧那給自己一個目標 然後明年的生日禮物 但是這個目標現在要倒退了一點 因為變成他了 對不對 我姐又要罵了 我姐現在在看這個影片 要打電話要密我說 你又來買包了 還是YouTube可以封鎖特定的人啊 封鎖一下我姐好了 他一定知道我不要亂買包 他說最近台風天 因為我們家台風天那個圍牆倒了 那個家裡還要修什麼圍牆 你不要這樣浪花錢了 沒辦法 值得吧大家 這顆你們不要蜜我 因為我不會賣 因為我好愛他 價格一樣啊 就是以我買起來的價格 對不對 那兩顆包其實都無可取代 我都很愛啦 這兩顆都是絕對不會賣的 但巴黎斯加這個就更隨性 而且這一顆包 巴黎斯加會不會不保值 就是我以後不愛他的話 可是因為他有一些包 像機車包還是什麼 他只要出了一陣子紅過之後 他後面就完全很怕他過時 他還有那個什麼退流型 但這顆包他其實中規中矩的 然後也沒有什麼蠻低調的 我是覺得他應該是不會過時 就是說他 因為他其實有點像Kelly 所以他就算是 以長久來說的話 好像還是可以背很久的包包 他們應該還是會繼續出吧 因為這個賣那麼好 而且最近超紅 超紅 而且很難買 其實櫃上都已經有點難買了 以這顆包耶 做今天完美的結尾吧 可以 對不對 因為剛剛前面的其實也還是很好看 但是CF CF就够夠了啦 CF我不會再買了 沒想到又再錄一個巴黎斯加 謝謝大家那麼愛看我開箱包包的影片 那我希望今年不要再亂買東西 我就是存錢明年生日看看 如果明年生日我沒有開的話 就知道我可以衝突末入 就是謝謝大家支持 然後我會 是得獎感言嗎 好啦追蹤我的IG好不好 那謝謝你們喜歡看我這類型的 我會努力再多做出相同類型的影片 好不好 開箱包包可能今年就不會了 斑 但是不知道 好不好有聖誕節禮物啊 像是萬聖節而已 那就謝謝大家囉 大家掰掰